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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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啊 是吧 好了 他再讲对国安法的看法 他说拒绝保释这个假定是令人厌恶的 嚴苛的最低刑期都是令人厌恶的 但是因为有保障人权的条文 他一度相信会温和地执法 而海外法官能够协助到的 但是现在香港的气氛 牵着影响到法官的判决 司法机构不能跟中国政府打游击战 他形容本地法官 属于外界不理解的艰难处境 某程度都是受害者 他也批评47人 立财和黎智英欺责爱的裁决 是荒谬和极端的 好了 好了 当然司法机构 昨天我们的特区政府也刚才说了 当然觉得他屌你了 不要冒犯法庭 極不同意 偏颇意见 知而此理 大家留意 極不同意 偏颇意见 冒犯法庭 这些字眼 比起他们之前用的强烈 譴责 坚决反对 轻轻低了半額 但是他也忍不住 都是要出来反驳的 司法机构有什么需要呢? 你说明白他们的处境 我仍然是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你总有一些事 是可以做好些的 可能你们 于是乎有些报纸 有些左派人物 会说你是 黄皮白心之类 其实你不理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会有事呢? 我就在想 你不理他们 是否真的会有事呢?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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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猜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 那些女孩 叫什么 staffy 那些人 陈永恩 陈永恩 你敢出声 不是这么简单 难道他背后 想很多 其实很可能 就是 那些人 冲门 出来了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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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英国的御用大律师 那些人 Nicolas 也是英国高等法院的退休法官 其餘两个 就是Charlie 和Felina 都是上议院的议员 咦? 全部都是一些很有尊貴身份的人士 那我们做这个节目 那我们做这个节目 开中名义的这三个主持就说 英国法官应否出任香港的中院法官位题 这个节目 在这个节目 在这个节目 出来 我就不会特别想到有什么含义 因为 刚刚大家知道 我们伟大的前宗主角 那个外相 刚刚出来 做朋友 不要说跑生意 但我真的想说 究竟英国你们是否在黑毛塌上 那些契弟 那些契弟不要紧 你打算跑生意? 那你要知道客人有没有钱才行 那些契弟 对不对? 你说那些契弟 那些契弟 看着契弟 拿着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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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契弟 那些契弟 你看到契弟 在外面收拾垃圾 那些契弟 那些契弟 收拾垃圾 不得人的烟头来吃 然后你去契弟 收拾契弟 契弟 这个契弟 清酒鲍鱼 你是不是很高 他就说 那这个时候 就有这个 这样的 为题目 那我就不要想太多了 那 其实 开宗明义 有一条 这样的题目 英国法官 应否出任 香港中院法官 这个 你对我来说 我看这些题目 这个已经不是讨论 然后找一个 quit了 的人去访问 这个 其实是有一个 conclusion 有一个 立场 他们来做的 这个节目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访问里面说什么 这个长话短说 好了 这一集的时间 录了很久 然后播出了 44分钟的这个podcast 甚妙春就说 遵審法院海外法官 是1997年 中英主权 现在的产物 那大家明白了 目的是什么 就是 确保 向世界确保 舊香港的法律 和宪法 会继续延续 令人可以放心做生意 于是乎 除了英国以外 我们看到很多 曾经英联邦 或者我们公认的 西方文明国家 例如加拿大 澳洲 美国 都有一些非常任法官 在香港的中審法院 OK 好了 而他自己呢 由2019年出任 2024年6月 就辞任为期 他说 在他做这个 中審法院的常任法官之前 曾经多次以商业律师的身份 在香港大官司 他说很喜欢香港 亦都喜欢香港的法律 是有本土化的 即是本地法律和文化 那是为什么呢 法律应该去到每一个地方 都有 就是除了一个大框架以外 都应该是要 適合当地用 就是尊重当地文化 他说 海外法官一职 也是很有趣的 每年不用一个月 所以他便便便便便出任 他说如果假若当初知道后续的发展 他是不会做的 那其实他这个访问 就是别人这三个 即是两个议员 一个团有法官 问他 一跌入坚里的时候 他已经说 如果我知道后来的发展 会是这样 我是不会做的 那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 他也找了一个 现在继续在那里做的 来做所谓的平衡 因为你问 这个议题是 应不应该继续做的 但如果现在继续做 他又不敢说的 那里才糟糕 好了 他说 他今年 辞任了非常任法官之后 其后贊文和授访 公开评计了高院 袁素仲庭 就计刑案的裁决 他说 离任 是因为觉得 香港最近的刑事案件 似乎 显示司法机构 过于偏向政府 他用一个 过于的字 即是说 偏向政府 偏向建制 都理解的 但你太太离谱了 他说 喂 那你 你辞任之前 有没有和其他法官讨论过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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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有 他说有 他说 海外法官都知道 如果不一起辞职 留任的人 会受压力 所以 他是有和人 听过的 他说 对于留任的作用有多大 在外界眼中 是很大的损害 但是 这是一个个人判断 所以 他对于继续留任的廖柏家 和自己的看法不同 他完全尊重 也认为对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法官 那这个可能是他的真心话 也可能是英国佬的羞耻 那实际上 你问我 我都没有去到不尊重他的情况 我看他判决 判决 是否能够认识到我 他是一个公正不安的人 嗯 好了 所以九月底 又公布另一个 不会续约的英国法官 范美新 岑尿讯说 喂 人家都九十多岁了 喂 辞职都 不禁意外 这也是很英国人说的方法 嗯 至于关于八一八流水式的集会案 岑尿讯就说 英国的廖柏家 因为他配的廖柏家 受到英国媒体批评 但是岑尿讯就认为 这个八一八流水式的集会案 那判决是绝对正确的 你问我们 我们不懂法律 嗯 我们绝对觉得不正确 你问我 绝对很简单 你们在咬文上自己的法律 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说 就是觉得 香港基本法 是保障了我们的人权 我们根本上就可以集会自由 嗯 游行自由的 但是因为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当然是九七后 国安条例 就说要有个不反对通知署 对 好了 于是他们这班人 既然 你不让我们集会 我们就流水式 就是正在走的集会 嗯 如果用游行 我们一向的认知 在我们 譬如以前做社会 参加社会运动的 不用申请的 嗯 直接是不用申请的 嗯 但是呢 他们的法律 他们的法律素养 跟我们 就是蚊和牛 我们在他们面前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这样说 我看一下他 怎样写 他说 香港的公安条例 你被告什么罪 嗯 其实呢 其实 做政府也是很糟糕的 特别是 你们要搞清楚 现在是公党政府 他会不会是 给个电话 因为是独立的嘛 但是 全世界的警察 对于这些执法 他一定是会过火的 很容易过火的 是吧 你们 那些 首相 或者是负责的部门 你不去 就是给他们指令 那些 就出现现在的情况 喂 就是我们曾经 出现过我们那些 警察在前面 拉人后面 那些 你不见他们 对那些 所谓 或者是 伊斯兰 或者是移民 那些 有这样的动作 很奇怪的 好了 Kennedy Kennedy 就質疑 喂 但实际在英国 构成罪行 都不会判监 甚至很信 就说 喂 有保留了 其實 英国也有 在示威衍生出来的 妖亂秩序案件 部分都被判监 所以 不能够肯定 但是 可以肯定的 就是廖帕加的裁决 是跟英国一致 同意对方 是小心 確保其裁决 是建基於英国的判例 老实说 这些 我真正 我不会跟他们爭 因为我没有资格跟他们爭 但是老实说 大家要很明白 这是没有暴力的 白白流水 职集会 是和平的 要考虑到社会气氛 而且这是政治事件 但是法官呢 就是往往 我不是说你高谷在想 就是那件事 我当他们很深刻 是说真的 不是因为那个政权 因为他们 对于法律 死硬的 条文的演绎 就赋予了他们 在这个立场上判有罪 其实 你究竟是真的因为 那个法律 条文的演绎 你去判 还是因为 对于你自己的职位 或者社会的环境去判呢 就是你自己心中才知道的 你问我 但是如果你说 我考虑到 社会的情况 你可以用你的判词 把这个动作 就算我们根据英国的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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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act 那个法律 我们唯有判理有罪 但是我们考虑于 社会的气氛 和你的诉求 如何 判决你们 罚款500元 首行为一年 是可以这样的 是吧 所以 Halina Kennedy Halina Kennedy 即是上议院 议院是合理的 好了 她也提到 2019年發生的示威 和暴动 Halina Kennedy 就说 她 即是说 是她所认识的 唯一人 把她称为暴动的 Halina就说 示威是和平进行的 直至当局介入 用警棍打示威者 我想她在英国 反而她还长得多 这个我不会特别去争 发展到后期 但是 其实这些 无论是英国 还是香港 或者全世界 不断出现的 这些 大家明白的 这些 畢竟最后 都是政治事件 就算 你说 我们 这是暴动 更加严重的暴动 是196768年 在香港出现 那时候 港英政府 如何处理呢 高高举起 最后都轻轻放下 出进社会和解 虽然当然 她没有接纳到 曾玉成 那些人 去入建制 但是 她没有不停去追击 亦都不见到 有个人 譬如当时港英政府里面 有个机构 会请过 梁天琪 或者邀请曾德成 于是乎 我就要打击这个机构 有没有 那时候曾德成 就不能入了 文汇报 或大公报做 没有打击她 有很多 YP 即是那时候 那些 YP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年轻 坐团监 他们出来 未必能入政府做事 但是 他 可以在各行各业部做 没有人不让政府做事 或者 那时候 未必有社交媒体 登报纸在《东方日报》 說 这个混蛋 当日放过炸弹 你现在想到几年出来做事 是没有的 你在同一个 底下 所以说 那些 是否用 暴动来称呼 其实 都真的 我不觉得 是 一件事 你就是用暴动来称呼 但是 如何处理暴动 这是一个问题 就算你说 我不叫他去暴动 我不叫他去黑暴 我不叫他去蘇聯 但是你一直在想 你一直在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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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述 Halina 你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了 去年 九年 那些人的而且确是暴动震撼的 亦都财产是遭受到嚴重的损毁 立法会被侵佔 窗户租打破 内部很大程度破坏 不过 他认同警方是残忍的 但是如果全归咎于警方错误 是不公平的 他说当时发生的不止是示威 老实说 那你又没有在Podcast上说 那发生的是什么 其实整件事 真的有因有果 他认同民主派的领袖 无意煽动暴动 但是他们很多追寻者都这样做 而暴动的确是发生的 你怎样说没有暴动 是发生的方谋呢 现在就爭吵也没有意思 如果你认同特区政府 或者法庭 对付这些所谓的暴台是合理的 你就不用退休了 他说 最初去出任海外法会的时候 对于国安法身下的时候 有没有不安呢 他竟然说 没有啊 他说 尤其是国安法 有些很笼统的表述 应该有很大的诠释空间 而第四条是保障人权 特别言论自由的 还要保留条文 所以看来 问题不是条文的本身 而是执法的方式 哎呀 真是鬼佬 真是鬼佬 你想想 你前面写完那几句话 不要说他执法的方式 他后面 完全 完全 就是 你那个 国安法里面的执行条文 理论上 和他前面所说的 保障条文 保障的方式 都完全 都已经是 不准保障 不准保障 不准见律师 是吧 不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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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法律实际上 是怎么用 和其他法律 是要平衡的 他说 以为会温和执法 亦都相信 他们 这班英国法官 可以在中院 帮助到 亦都相信 这是当时 那些海外法 非常任法官的想法 即是言下之 现在我们 起码去 不是这么想 那对于 47人案 OK 16名不认罪被告 絕大部分 被串谋 颠覆国家罪决 成立 那 他 这个 他就真的 完全不 再次评论 他完全不同意 他被告当时 是完全用 合法的方式 选举 達至基本法 结果就被指为非法 对他来说 是完全荒谬的 他说 如果英国工党 在选举里面 胜出 导致保守党 任首相辞职 而颠覆罪成一样 他说 就是一样的荒谬 如果是这样 颠覆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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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47人被告 长时间 监禁 他说 当时 不知道被告 认罪的原因 他说 这个言 不是可耻的 他也继续在等待 这个裁决 OK 喏 很长的 不是很多有报道 但如果你搜 我今天搜 岑耀讯 容易搜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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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容易找 但是我就是想说 我 大部分的报道 就是报道 他很笼统的说法 以及特区政府 以及司法机构 的回应 你问我 有些 岑耀讯有些 我不敢跟他说 我不懂 但是我觉得 他通篇文章 很符合邏輯 道理 就是你不同意见 也好 因为我不懂 但是他认为很符合理 我就希望特区政府 和司法机构 就按道理 和邏輯 去反驳 而不是继续用那种 可能 Degree 低一点 如果你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胡说 是没意思的 是没意思的 对吧 所以你问我 流水才集会八八 为什么要坐牢呢 如果你再问我 唐英杰 为什么是恐怖襲擊呢 为什么要坐九年呢 为什么呢 好 明天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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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